最近很想问你知道法尔赛提吗? 我最近有听说这句话,很新鲜的感觉 然后我在想,对啊,我们以前这个 我以前是国王,的确有点华尔赛提 那你觉得它跟法国的法尔赛公有关系吗? 应该是法尔赛公有点好话 就让大家都有印象 对,都真的不好 季先生你好 嗨 就是今天是不是很喜欢就是中国文化? 当然是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就是我就当他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 其实还是,我觉得一辈子可能学不完 还是继续学习 先生觉得上海的生活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上海对法国人来说有一种非常,非常亲切的感觉 就是遇到上海这些像在家里一样 因为上海是一个家庭,就是东方的巴黎 比如说上海人也很喜欢这些比较有雅的生活 这些是很相似的 因为你很喜欢吃的东西 这个在上海就有那么多,就很难说到这些 那一些比较,比较好 但是可能我最早的这个,这个的印象就是夏洛岛 上海开罗邦 因为我第一次来上海就要去吃 这真的是特别的机遇 因为最近很热的热点 莫奈的这个日出印象 就是有特别展 然后朋友圈有特别人去看了 然后就是也晒了那个图 扣在了我们朋友圈上 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交流 就是怎么会想说 就是有这样一个文化交流 然后会不会未来会有更多的 因为大家也是非常喜欢这些 这种影响这个这个站呢 也非常有象征性的意义 另外也就是疫情的情话 大家都不能就是就是 出去啊 或者是法国人也不能来 就是很多活动可能比较要困难 事关于就是跟我们的伙伴 就是推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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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然后结果就是大家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有影响 然后大家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世界 就突然有一种 希望 日出 就是新的一天 新的希望 这个很重要 我这个就是就是文化的力量 文化就是超越边境 那你有没有想问一下 那有时候打打打打那个疫苗 对已经已经打的时候 有没有回法国什么 呃 这 我就已经一年多没有回法国 所以很想家 哈哈 那 对就是 有没有觉得上海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 就除了回不了街 呃 基本上就是觉得就是当然在上海觉得很 很安全 然后非常幸运 我最近去瑞琴医院 我就 有很多很多朋友 以法国跟中国艺术 说法文 说非常有理 那真的是比根非常具体的 中法游异 是 好棒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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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哦 谢谢 我